Hello 大家好 我是诺诺 今天开一个新的待人生存 就生活在空中吧 天空之城 哎 算了 就叫空中生存好了 经典模式 地形随机 好家伙 我出生在一棵树上 这里是沙漠和松敛的交界处 我先下去 可别摔死我了呀 哎 你看这个树叶像台阶一样 穿上我的小皮衣 然后换个材质包吧 卡通材质包 我的最爱 接下来就是砍树做工具了 咱就边干活 边说说 我对这个生存的一些想法吧 空中生存嘛 那当然是生活在空中了 我做得高一点 200层怎么样 然后建几个小岛出来 主岛建家 旁边再建几个副岛 做种植园 养殖场 还有动物园 这么一说 我怎么就想到我和墨树哥建的星球生存的呢 肯定要不同的 我要以风景为主 要有小墙流水 要有诺音缤分 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做个游乐场 这才说到哪儿呀 我的杆好像又开始通了 而且修理背包的火箭弹 可能得以阻积尽量单位了 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加插件进去的 对了 小伙儿媒一定有更多天马行鸿的想象吧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天黑了 我该下矿了 哇哦 运气不错哦 底下的矿洞好像不小哎 我只需要多挖点铜 再把铁楼做出来就好 因为缺铁 找火山 缺碳额经 找空岛 缺琥珀 找神庙 缺柴丝马老 去蒙野心 好像也就只有缺铜和缚红石的时候需要下矿洞了 我回来了 做个柜子 把这些东西发一下 然后把矿烧着 顺便做一下主线人物 有星星奖励呢 接下来我就该去跑图了 火山 空岛 草原都是很有用的 哇塞 这边有个小村庄 旁边还有新站 搬走搬走 可惜我在矿洞里一个能源碎片都没挖到 要找到空岛的话还得买几个能源核心 这家人在种玉米 那家里肯定有存货的吧 借我找 放着也是放着啊 对吧 我没拿完 它还在往里面放呢 再找一家 这家的玉米都成熟了 它还不熟 是专门为旅行者准备的吗 那谢了 我收了之后再给它种上 方便下一位旅行者 然后我把草栋 木槽都带回去 从小村庄出来就是雨林和空岛 我先看看这雨林 转了转好像不是很大 以后再来探索 我要先去空岛 哇塞 神殿 看到没 神殿 来吧 我的小青鸣 啥情况啊 怎么突然掉下来了 再来一次 我去 一片云彩挡住了 这雾七八黑的 先放个烟花 我怎么忘了在小村庄里拿个床呢 来吧 小青鸣 我们从树上开始飞 哎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完美 哎呦 你想干啥 还不错 我要满能源核心 哇塞 神殿元件A型 还有 哎 完蛋 没星星了 只能提星星理合了 够了 够了 接下来当然是探索空岛 挖太合金了 看看里面还有些什么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哎 哎 哈哈哈哈 哎呦喂 啥情况啊 哎 好像掉下来也不错呀 底下是个草原 资源挺丰富的 让我踩一会儿 然后上面的空岛 我还是要上去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